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中式古典和五纽扣打结的概念 融入了现代元素 把传统工艺和时尚流行作为结合 咱们LM品牌是国际品牌 拥有绝对的时尚元素 但在以往的设计中 却从未出现过盘扣和刺绣的设计 对 如果LM要想在中国市场沾纹脚跟 我想这可能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设计确有独到之处 丁总 这位是 我们公司的新进设计师 年夏 孙总监 您好 你好 那工艺方面怎么实现 这个您别担心 这是我的强项 我可以去看看吗 没问题啊 随时欢迎 丁总 你这位新的设计师还挺特别 我帮你争取看看 那就谢谢你啊 孙总监 谢谢丁总 我走了 对了 言夏 随时保持联系交代你的事别忘了 我懂的 不许告诉任何人 我代替沐总监的事 再见 丁总 你该不会是和丁文孝约回去了吧 约什么会 是公事 你昨天晚上让我帮你挑设计稿 该不会是为了丁文孝吧 那什么 关你什么事 不行 我今天非得知道答案不够 行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是去约会了 满意了吧 这是事实吗 你看我笑说谎吗 丁文孝 是你不让我说实话的 不只能配合四起说实约会了 这不是害我自己吗 丁总 如果再不登宫 发布会可能就来不及了 你在公司也是老自立的员工了 从我接管低案你就一直跟着沐总监 你一定也希望沐总监好 丁总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那我就直说 这次设计的外泄 是沐总监的斗篷设计 而最有可能造成外泄的 就是许莫辰 沐总监和你 我不想他或者你背上这个罪名 迪爱要想和ALM合作成功 就必须要取消沐总监所有的设计 取消沐总监的设计 这是我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那 那取代沐总监的设计试试 您不会选择沐下吧 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我希望你能配合 丁总 这个我可能办不到 我知道你的为难之处 我也不勉强你 但是我希望你明白 这关乎迪爱的利益 所以我希望你还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等发布会结束后 我会亲自跟沐总监解释 我尽量 喂 丁总 股东们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丁总 要解决设计外泄的风波 再度达成和IYM合作 有什么方法 将之前的设计全部删除 重新设计 发布会已经迫在眉睫 那文肖为什么把设计部的工作停止了 你有想过吗 说不定啊 丁文肖已经找好了替代你的人了 不可能 不可能 跟IYM合作 是因为IYM欣赏我的设计 如果真的是欣赏你的设计 那丁文肖为什么要用慈善拍卖的手段 把你推向国际 只不过是障眼法 你 只是他在商场上的一枚棋子 他真正的目的 是严夏 我问你 IYM最看重的是什么 工 工艺的品质 这不正是严夏的强项吗 下游的生产线会被更换 这完全是为了配合严夏 满口胡言的是丁文肖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事实证明 你所做的努力 全都会被严夏取而代之 听文董说 LM有望再次跟DI合作 条件是替换掉设计师 没错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能完成得了吗 虽然有些困难 但我相信 可以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 那慕总监知道此事吗 还不知道 是一家经营透明的公司 我不希望丁总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对我们有所隐瞒 既然决定替换掉沐总监 就必须告知他什么情况 否则的话 我们这些股东是不会通过这项决议的 喂 取消我所有的设计 现在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丁山 别犯傻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定文香 他和他父亲是同一类人 眼中只有利益 我不信 我要去问清楚 看来你的计划 挺成功啊 现在只是暂时站在上方而已 不到最后 谁赢谁输都是未知 丁文香 我问你 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丁山 这次如果不是你的射击外泄 我也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够了 你别再满嘴谎言了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严夏 我母临山 追随了你整整十年 从没有抱怨过为你付出的一切 我倾其所有 就是奢望 也能掩盖我 可是结果呢 你却把目光放在了一个 剽窃我设计的严夏身上 背着我跟他交往 你忘了你父亲对我的承诺了吗 丁山啊 在我的心里 你不仅仅是我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还是我未来儿媳妇的最佳人选 爸 你到底跟丁山说什么了 我希望 有一个有能力的人站在他的身边 能够一直帮扶着他走下去 而你 就是最佳人选 可是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利益 去伤害任何人 背负迪埃的责任 你必须这样 你知道吗 你越是这样 我越是无法忍受跟LM合作 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 你表面上 是在提高我的知名度 可实际呢 我难道不是为严夏铺露的一块垫脚石吗 之前所有被剽窃的设计都出自他之手 还是偶发射击 不管是否偶发 只要影响迪埃上市 我一定追责到底 但是以公司目前状况来看 半年内完成目标 光看丁山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起诉剽窃者 难道不是在考虑公司的权益吗 这两年公司的运营状况 我想你比谁都清楚 就不用我都说了 我不是否认丁山的能力 但是人总是会遇到自己的平静 你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凌山身上 我也有责任 护短也要有个限度啊 丁文香 现在眼下最重要的 是迪埃上市的问题 说不定 你山寨祸根的情况 是上市的奇迹也不一定 你自己考虑吧 我问你 迪埃如果真的上市了 你会和我结婚吗 我想跟严夏来场设计比赛 谁输了这次比赛 谁就离开迪埃 莫尘 我想请你当灵山的模特 你做这样的决定 不是摆明了让严夏出去吗 你只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就行 灵山和我走得太近 万一 我相信你 别 感情上的事很难说 我都不相信我自己 丁文香 你知不知道灵山为了等你 在大马路上占了一夜 她就算自己生病 也不想放弃这次比赛 这个女人愿意为你受尽任何委屈 而你呢 你有担心过她吗 我知道 公司不允许夫妻双方在同一公司任职 既然知道 海明智顾犯 那只是我父亲口头上对 沐灵山的承诺 我们两个并没有夫妻之实 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 我帮不了你 你和沐总监 只能留下一个人 能不能等新品发布好 和LM步入正轨 我再离开 留下灵山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和灵山保持着距离 不就是要逃避你父亲指定的婚姻吗 莫辰 说实话你对灵山 千万不要给我机会 我肯定会强 灵山 回答我 会 还是不会 灵山 这是我父亲给你的承诺 够了 我明白了 希望你不要后悔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在丁文孝眼里 根本没有你 只有李毅 我不想我所做的一切 都成为泡影 我要让夺走我一切的人 都付出代价 莫辰 你能帮我吗 我可以帮你 但你就不怕 伤害到丁文孝吗 伤害 会比他伤害我的事吗 丁文孝 丁文孝 一定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你这一步 未免走得也太好了吧 你以为我愿意啊 如果设计稿没有外写 我根本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说实话 这么做 有可能会伤害到慕灵山 如果作为我个人的立场二选一 我会选择令山 但作为迪爱的董事 我必须要照顾到的是 迪爱所有的员工 没有办法 我说你是真不懂 还是装不懂啊 这女人的心 一旦受伤了 一辈子都愈活不了的 我奉劝你啊 别太乐观了 你看我很乐观吗 现在发布会在即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吧 去哪儿啊 丁总这么着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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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总这么着急啊 现在新品发布会没几天了 我怕你样影赶不出来 我怕你样影赶不出来 所以交代了唐总 所以交代了唐总 您好 我是露子的亚洲区区代表 剽窃我设计的公司 我们没有剽窃 可能是公司的设计理念 跟牧总监比较相似 别为剽窃找借口 凌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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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冷静一点 我不可能和一个剽窃者合作的 你有他们剽窃的证据吗 原本我也以为是他们剽窃 想替你打包不平 我通过一些渠道去调查曲折 但事实证明 这就是巧合 他们对你的设计 极其感兴趣 想要找你聊一聊 凌珊 你不会是后悔了吧 好好想一想 丁温孝和严夏 对你做的一切 唐总 您好 你 该不会是严师傅的女儿吧 多亏了严夏 我才能找到你 时间紧迫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迪爱容不下你 我不想你的才华被埋没 只要你愿意 你的每一件设计 都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品 可是 我现在还是隶属于迪爱的设计师啊 这还不简单 只要你离职 问题不都解决了 可是 别急着拒绝 想想再回答 失诚一门 严夏 你父亲到底有多少个徒弟 应该有两三个吧 不过他是我爸最得意的门徒 他的手艺应该在我之上 以后 我还要向他多学习 有歌向上的心 不错 听说丁总为了和IWM达成合作 撤掉了牧总监的设计 而且 我以为你 严夏的手工精湛 这一点 牧总监就是比不上 难道不是吗 你认为牧灵山会辞职吗 有可能不会 不错 那你的计划不是要胎死腹中了吗 现在 就缺一支强有力的催化剂 我以为牧灵山会辞职 那 牧总监 你有什么打算 如果您想离开迪安 我们设计部都会追随您 我们绝不能接受 严夏取代您的位置 我 喂 喂 许莫辰 那天你走后没多久 丁文孝就把严夏给送回来了 我问了严夏 他打死都不肯说 只说和丁文孝去约会了 知道了 谢谢你 那 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喂 喂 喂 怎么电话就挂了呢 丁文孝 你处处防着我 就怕你防不住 老板 老板 是 老板 老板 不 什么事 祂 做 牛 喂 喂 喂 眼下 我这个股东 可是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你在哪儿 我过去看看你 我在店铺啊 我最近没忙什么 那我怎么听说 你和丁文孝走得很近 该不会有什么事 是我这个股东不知道的吧 我 反正我有时间 也快见 喂 这个许墨尘突然要找我 还问我和丁文孝的事情 如果他过来了 突然要问和LM合作的事情 我还怎么回答 找丁文孝吧 喂 喂 丁总 你来一趟萧氏光年吧 刚刚许墨尘打电话给我 突然说要来一趟店铺里 还要问我和你的事情 好 我知道了 在我道之前 他问你什么都别回答 知道吗 好 我知道了 你快点啊 丁文孝 你快点啊 一定要赶在许墨尘的前面啊 颜夏 你一定要谨守这个秘密 如果让许墨尘知道 那敌爱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好 喝闷酒啊 还放不下丁文孝是吧 你别欺骗自己了 丁文孝关心的只有颜夏 许墨尘还没到啊 还没有 你为什么防了他 因为我怀疑他 泄露迪爱的设计 不会吧 迪爱是他父亲的原创 那为什么要泄露设计 这不是在伤害迪爱吗 具体原因我还不清楚 不过在新品发布会之前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设计 外泄的情况发生 这不就是丁文孝的车吗 还要在深究吗 令珊 我不想看到你的难堪 想要挽回丁文孝 除非证明你的价值 才能彻底除去严夏 只有让严夏的设计失败 丁文孝才会知道 能挽救迪爱的不是严夏 而是你 慕灵珊 丁总 怎么还不来都过去半个小时了 你真的那么希望他来吗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我也不反对 毕竟他是消失光年最大的股东 我还欠的钱呢 你是说那五百万 是啊 其实那五百万是 是什么 丁总 说话不要说一半 没什么 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来不来 我才不打呢 如果真来了那我怎么说啊 难道真的说我们两个在约 对 那个 要不今天不等了 我手机关机 咱明天再说 也只有这样了 天色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 啊 明天还得麻烦丁总 送我去唐总的代工厂 你醒了 嗯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昨晚喝多了 我担心你自己在家出什么事 就把你带过来了 墨尘 我决定了 麻烦你送我去一趟DI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下来 好 计划顺利进行 请你准备好文件 这是你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事 却发生了 只有失去了 才知道拥有的珍贵 丁总 我莫灵珊 今天正式辞去DI设计总监一职 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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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丁总 沐总监辞职了 丁文啸万万没有想到你会辞职 他一定傻助说不出话了吧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一切我都替你安排好了 丁文啸一向很准时的 怎么会迟到呢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不不不 不可能 怎么可能出事 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 打给周浅 喂 严夏 周浅 我 我跟丁总约好了 丁总说送我去唐总的代工厂 结果到现在他也没来 我怕他路上出事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的确是出事了 什么事啊 牧总监已经辞去 DI首席设计师的位置了 牧总监辞职了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 你是不知道丁总背着牧总监 为你做了多少事 为了我什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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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再多你也不懂 现在牧总监辞职了 丁总的问题啊 可就更大了 牧总监 相信您也了解我们品牌的设计 我们不走中低端 倾向大胆个性的风格 而您的绝大部分设计 和我们的品牌非常地相似 我们LOOSE 进军每个国家 都会邀请当地知名的设计师加入 这次进军中国 有您的加入 我们倍感荣幸 您看一下合同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希望可以跟您长期合作 我想您是误会了 我辞去迪安设计师 只是暂时 并非长久之计 这份合同 我是不会签的 凌珊 这可是你进军国际舞台的好机会 我只是想让文笑回到我的身边 并不是彻底离开 我来处理 灵珊 你忘记昨晚说过的话吗 难道你不想让丁文笑 知道你的重要性 可我如果签了合同 就算文笑知道了我的重要性 我也回不去迪安了 你离开迪安 是会给迪安造成重创 但是如果严霞的设计 发表成功的话 你所做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我不接受陆斯的方式 是 可以 那就换一个方式 让剽窃者 尝尝被剽窃的滋味 丁总 你为什么不把刘牧总监 缺乏自信 缺乏自信 你为什么不把刘牧总监 我看你根本就是能力有问题 再说了 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去破坏 你跟沐总监之间的感情 你真的觉得因为公司的利益 去失去你的未婚妻值得吗 行了 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 你不是不想 是你逃避你内心真正的感情 你真的觉得你很了解我吗 你真的以为你懂什么叫感情吗 对 我不了解你 但我知道你并非外表看起来那么冷血 你有一颗温暖的心你不会表达 说到感情问题我告诉你我懂 够了 爱一个人是理解是包容而不是伤害 够了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你只需要完成我交代给你的工作就可以了 叶温暖 我也是有底线的人 如果你触碰我的底线 我言下 绝不会妥协 喂 召开股东会议 好 我马上到 周琴 能不能麻烦你把牧总监的地址给我 眼下 你要干吗 弥补我造成的错误 丁总 牧总监的辞职 可能会引起低哀人士的大变动 这对DI上市也可能会有变数 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 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这个问题我会妥善处理 让变数在可控范围之内 我们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 新品的发布 和这一季的销量 只要达到DI上市的目标 和LM的合作 一切的问题 一切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 想给谁打电话呢 要你管 我这不叫管 我叫室友的关心 我很好 不需要你的关心 聂思琪 你是不是又背着我干了些我不知道的事 什么叫背着你啊 我这光明正大的 光明正大 那你在这扭你一个什么劲啊 想打电话就打 不敢拿我帮你的 别毒关闲事 我说你怎么就不死心 非许莫辰不可了是吧 我就是非许莫辰不可 进水楼台仙得孽 我就不信许莫辰能抢夺我 牧总监辞职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 公司还没有下单人事命令 如果上面同意牧总监离职 那我也马上递上辞职 蔡宁 如果你是为了牧总监好 就先不要辞职 她将来能否回敌爱 还需要你的帮忙 需要我做什么 我一定尽力 只有让颜夏彻底离开了丁文啸 你们的牧总监 才有机会回来 需要我做什么 很简单 让颜夏也尝一尝牧总监的感受 明白了 你是几个人生难吗 好 老板 咱们再往地蜂蜂蜂都看不到 今天我们见过我 没有想到弱蜂蜂蜂的 这是我想到弱蜂蜂蜂的 因为我们也能把他人家庭的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但我还是要把话跟你说清楚 我跟丁文啸之间的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也没有要抢走他 我也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 他来找我纯粹是为了工作 造成现在的误会 我很抱歉 牟总监对不起 如果你可以立刻回到迪埃 那我愿意马上跟迪埃解除合同 别用苦肉计来装可怜 你这样做是想让文啸更恨我吗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了 你休想背着我继续跟他搞私情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中你的计的 我一定让你深陷泥潭 把属于我的都还给我 牟总监我没有要跟你争 我只是 只是剽窃 糟蹋我的设计 外卸给其他公司 让文啸换掉我的设计 而你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代替我享受DI的一切 然后成为文啸的另一半 是吗 牟总监 我 我跟你说 我一定会戳破你的谎言 让文啸看清楚你真面目的 你